中文字幕——YK 英国副首相将宣布中共是网工英国的幕后黑手 神运艺术团第16度历临台湾 粉丝热情接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新闻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又一波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其中一枚导弹侵入波兰领空 引发波兰方面的高度戒备 来看报道 周日凌晨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 和靠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西部地区 共发射了29枚导弹 即出动了28架无人机 波兰国防部周日表示 凌晨4043分 其中一枚俄罗斯导弹侵入了波兰领空 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 俄罗斯导弹飞行的整个过程都在波兰军用雷达的监控之下 同时波兰也于近日启用了所有防空系统 波兰与盟国的F-16战机小组 也在当天整装待命 波兰外交部周日要求俄罗斯就侵犯领空事件作出解释 同时在声明中 敦促俄罗斯停止对乌克兰人民和领土的恐怖袭击 结束战争并关注该国的内部问题 俄罗斯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近日 乌克兰多个城市上空的防空警报声不绝于耳 为躲避空袭 一些民众不得不待在地铁站寻求庇护 乌克兰空军表示 在俄罗斯周日的袭击中 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了18枚导弹和25架攻击无人机 画面显示 一枚被击落的俄罗斯KH-55巡航导弹的部分残骸 掉落在基辅的一处公园内 两天前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能源和关键基础设施 发动了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规模袭击 导致上百万人失去电力供应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 莫斯科音乐厅恐袭案震惊世界 已造成至少137人死亡 而关于枪手的身份及下落 出现矛盾的说法 莫斯科音乐厅恐袭案更多消息曝光 但凶手之说众说纷纭 案发4小时后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户洛杉分支ISISKH就宣称发动袭击 并称4名枪手已安全返回了基地 而俄罗斯官方宣称 在俄乌边界抓捕了11名嫌疑人 包括4名枪手 他们都是外国公民 其中部分是塔吉克斯坦人 目前俄罗斯与ISISKH各说各话 但都没有得到第三方的独立证实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周六也亲自上阵隔空交火 они пытались скритися і двигались向 recharge 克里 Luckilyским Mick Совה Aye для них с украинским сторони было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окно для переход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границы Wчori ще все це сталося і ця не unchanged абсолютно Путин замість того, щоб займатися своими громадянами росії звертатись до них добу мовча думав 我希望將這裏拉到歐洲 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沃森週六表示 伊斯蘭國對這次襲擊負有唯一責任 烏克蘭完全沒有參與其中 白宮還表示 美國政府在本月初就已獲得恐襲情報 不但通知在俄美國公民 不要外出參加大型聚會 也與俄羅斯分享了這一情報 但普京政府當時並未採納 稱美國使館的安全聲明是訛詐 美國軍方本週還向國會發出警告稱 不排除ISIS-K未來向西方世界發起恐攻的可能性 新潭記者袁明欣 榮譽綜合報導 週六 強大的冬季風暴 再次為美國東北部帶來強降水 約3200萬人收到大雪 強風 暴雨和山洪預警 從22日開始 冬季風暴為美國北部多地帶來大雪 強風和山洪 從洛基山脈北部 五大湖中部地區到新英格蘭 降水和低溫導致多個地區交通癱瘓 在波士頓西北部有街道被冰雪覆蓋 包括佛德蒙特州在內的新英格蘭部分地區降雪超過一英尺 在馬薩諸塞州 康涅迪格州 紐約市和羅德島州的大部分地區 由於連續降雨 部分街道积水 汽車行進艱難 在曼哈頓 強風還吹倒一棵大樹 樹幹倒下橫灌馬路 並壓壞了下面的汽車 新英格蘭大部分地區擺脫本輪冬季風暴 迎來了大晴天 不過 接下來 預計美國中西部地區將迎來更多降雪和強風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于良綜合報導 週六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價值1.2萬億美元的支出法案 避免政府關門 該法案將為政府提供資金至9月30號 繼州議院週五上午批准了1.2萬億美元的聯邦支出法案後 參議院在週六凌晨以74票支持24票反對 也通過了該法案 當天 拜登總統將法案簽署生效 法案未約70%的聯邦政府部門運作提供資金 涵蓋美國聯邦政府經費中最大及最有爭議的部分 包括國防 國土安全經費等 其餘30%的機構和部門 包括農業 科學 退伍軍人 交通和住房等運作經費 已在2月獲得通過 拜登在聲明中表示 法案使政府保持開放 投資於美國人民 並加強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 該法案增加了國防部經費 提供8243億美元 比2023財年增加268億美元 眾議院議長約翰遜發表聲明說 法案為邊境安全和執法增加資金 為多達2.2萬名邊境巡邏人員提供資金 不過 該法案並未實現共和黨人所尋求的 非國防開支的大幅削減 有部分強硬派共和黨議員認為法案違背了共和黨的原則 而且沒有從根本上戒除美國南部邊境危機 民主黨人所做的帳簿是 切斷在加沙的聯合國主要救援機構的資金 以及阻止實施對美氣爐的禁令等 新唐電視台記者于良綜合報導 英國媒體報導 英國副首相奧利弗.道登將於下週一通知議會 北京是針對英國議會一系列網絡攻擊的幕後黑手 據《泰晤時報》週六報導 英國議會安全主任艾利森.賈爾斯 日前召集了小規模政界人士聽取簡報 與會者均屬於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成員 報導稱 中共國家支持的網絡攻擊 旨在破壞英國的民主 去年 英國下議院情報與安全委員會 在一份報告中警告 英國在應對北京構成的國家安全威脅上 做得還遠遠不夠 報告批評 政府過於關注短期經濟收益 而不是長期風險 斯洛伐克週六進行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 親歐的前外交部長科爾科克得票最高 他將在4月6號的第二輪投票中 與親俄羅斯派的議會議長佩萊格·里尼進行對決 科爾科克以獨立候選人參選 但他得到了反對黨的支持 他是堅定的親烏克蘭派 佩萊格·里尼現年48歲 他得到持民粹主義理念的現任總理菲佐的支持 菲佐拒絕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質疑烏克蘭主權 並呼籲與俄羅斯和平相處 斯洛伐克人對俄烏戰爭的看法嚴重分歧 令俄烏戰爭成為本次總統選舉的主要議題 新潭記者徐哲·江迪亞綜合報導 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24日告別澳洲 抵達台灣桃園機場 大量粉絲熱情迎接 送上鮮花 期待神韻在台灣6個城市28場次的演出 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一走進機場大廳 就受到大量粉絲熱情迎接 2024年神韻紐約藝術團從日本澳洲再踏上台灣 神韻主要領舞演員表示 讓他們最感動的是 看到不同文化的觀眾重拾普世價值 讓我最感動的部分是 就是來台灣之前我們是在日本和澳洲演出 然後這兩個地方的觀眾 他們其實一個是西方文化一個是東方文化 但是他們對我們演出的內容都是 都有個共同的理解吧 因為我們演出畢竟是傳遞了一個人類的普世價值 神韻的特點就是我們在演傳統的古典舞 在全世界其實是見不到這種演出的 然後舞蹈做一種共同的一種語會吧 就是不限制在東方或者西方 也沒有語言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走到哪裡神韻都受觀眾的歡迎 也是這個原因 今年有多位舞蹈演員的家鄉正來自台灣 他們分享雖然有體力和精神壓力 還受到來自中共的政治干擾 但他們已經將舞蹈融入生命和生活 要將美善帶給世界觀眾 我覺得演出跟舞蹈對我們來說已經是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活的一部分了 就從技巧上的話我們在追求身帶手跨帶腿 然後呢在精神層面上的話 我們因為有我們的信仰 然後去指導或去讓我們去克服困難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僅僅是說跳好舞蹈 在做一個好的舞蹈演員的同時 要做一個更好的人 這一次的演出在日本跟在澳洲 就是觀眾的效果反響 還有對社會的起到的作用 都其實是蠻大的 所以觀眾也都很熱愛 所以很希望台灣觀眾也能喜歡 所以希望在劇場看到大家 台灣再一次掀起神韻熱 過去許多場次都得臨時加作因應 今年部分場次兩週前就已經完首 就是服裝很美 然後場景也很美 音樂更是非常的震撼 因為它是現場演奏 對 所以當我跟我的外國客人分享 然後得到反饋 反而就是讓我更加知道說 我們中華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 那我非常想要跟神韻的藝術家 就是說非常謝謝你們 能夠把這個中華文化的這個瑰寶 在東方是一個明珠 然後能夠把它帶到全世界 讓所有的人都能夠知道 神韻的宗旨 還有就是這個文化的內涵 你們帶給大家的幸福與美好 還有那個中華五千年的精神 信仰跟美德 我覺得非常令人敬佩 希望你們可以常來台灣 美國神韻紐約藝術團 將從3月26號開始 在台灣高雄 桃園 台北 台南 苗栗和彰化六大城市 為台灣觀眾帶來28場 全新製作的節目 北京高層論壇 李強在拉攏外企 被批空喊口號 中國房地產危機持續蔓延 中國房地產危機持續蔓延 中共國務院日前在意支持房地產問題 但學者表示 對於如何救世 當局已經是前驢忌窮 3月22號 中共國務院會議提出 所謂房地產政策指導 強調融資協調 市場加保障 激發潛在需求 構建新模式等 網民對此回應冷淡 表示收入差 購房熱情無法恢復 該買房的這代人要麼不缺房 要麼沒欲望 不結婚 不生孩子 更不想買房子 中國民間經濟學者石聚表示 當局對於如何救世已經前驢忌窮 當前中國房地產危機進一步加深 前十大房企全部陷入債務危機 恆大碧桂園綠地控股融創已暴雷 有國資背景的萬科集團也處於暴雷邊緣 進入今年3月份房市仍在慣性下滑 市場可能萬科是一個風向飆毆 如果萬科這次救不了的話 那可能中國房地產會加速還要往下走 中國獨立經濟學家梁振鵬表示 目前中國房地產下滑趨勢還沒有到終點 新潭記者夏敦喉 王彥喬採訪報導 下面來看本期的兩岸掃描 在中國經濟持續下滑 外資加速撤離之際 3月24號 本年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在北京登場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開幕式上 再次向與會代表喊話 聲稱中國經濟回升向好 並提到所謂先制生產力 外界認為 中共一再向外企釋放開放信息 但說法和做法反差巨大 華爾街日報評論說 所謂先制生產力是新瓶裝舊酒 喊口號而已 據外媒週日報導 中共當局去年發布個人電腦和服務器採購通知 要求政府部門的電腦和服務器採用中國產處理器 逐步取代英特爾和超微半導體等美國企業的芯片 同時 當局也將減少採購微軟的Windows作業系統 與外國製的資料庫軟體 由中國著名科幻小說改編的美版連續劇《三體》 有電影界人士透露 該劇觸及中共黨魁的敏感點 因為當下中共正在重啟文革2.0版 2024年1月至2月 多位七旬以上的法輪功學員遭中共迫害致死 其中 遼寧省朝陽陵原市劉電源 79歲高齡時 被非法判判刑11年半 於2024年黃曆新年當天 在瀋陽第一監獄被迫害致死 週年86歲 2024年1月28號 吉林省吉林市龍潭區77歲的法輪功學員李長海 被迫害離世 李長海生前多次被劫持到監獄迫害 今年1月初 哈爾濱市道外區法輪功學員李玉珍 被黑龍江省女子監獄迫害致死 週年74歲 前美國基督局特工談分派擬假藥市場及危害 美國基督局特工邁克爾·布朗有30年基督經歷 他近日接受英文大紀元《美國思想領袖》節目專訪 詳細分析芬泰尼的新販毒模式 供應鏈運作 以及中國洗錢代理人的角色 芬泰尼目前是市面上出售的最容易成癮的合成麻醉劑 就成癮效力而言 芬泰尼的藥效比海洛因強10倍 比馬菲強100倍 麥克布朗曾在美國基督局工作30年 他說 近年來 販毒集團銷售 產有芬泰尼的假處方藥 這種假藥比其他毒品更容易讓人上癮 美國基督局統計顯示 現在十分之七的藥丸含有致命劑量的芬泰尼 不幸的是 大多數死於與芬泰尼過量相關的人 都是第一次或第二次服用讚安諾的藥物 他們以為是這種藥 但裡面含有2毫克芬泰尼 他們就死了 布朗目前在理學分析設備公司擔任禁毒技術全球總監 該公司生產能夠識別麻醉物質的設備 中國是芬泰尼主要的前提來源 但中共聲稱 美國芬泰尼毒品氾濫與中方無關 繼續與墨西哥反毒集團合作 在中國的中國公司將芬泰尼前提黨運送給毒銷 然後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 中方聲稱 我們盡了自己的責任阻止它到美國 但我們與墨西哥的關係與美國無關 墨西哥如何處理這些化學物質是他們的責任 布朗分析 販毒集團的五項關鍵能力 除非擊破其中兩項 否則無法破壞供應鏈 首先是從中國採購潛體化學品的能力 第二個是能夠通過海運、空運或快遞包裹 將這些化學物質運送到墨西哥 第三個關鍵能力是 將潛體製作成精緻產品的能力 第四是偷運過境的能力 第五是能夠將分銷的資金帶回墨西哥 布朗說 在美國現有提系中 過境檢查站是目前美國能夠集中力量 制止跨境走私的地方 從墨西哥跨境進入美國的所有毒品中 有95%藏在車輛或貨物中 最近 美國基督局已經開始針對一些 中國公民的非法行為 展開打擊 美國基督局與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合作 執行臥底任務 對涉及向美國運送分泰尼 或全體的8家中國公司和13名中國人 進行了一次秘密行動 本案非常成功 他們起訴了13名個人和8家公司 不過 布朗表示 要徹底解決分泰尼問題 還需要墨西哥以及北京當局 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與美國合作 新唐人電視臺紐約記者站採訪報導 迎接奧運 巴黎恢復百年傳統服務生賽跑 為了迎接今年的夏季奧運 周日 巴黎市政府恢復了一項 擱置13年的百年傳統活動 服務生賽跑 場面好生熱鬧 帶您去看看 伴著歡快的音樂和觀眾的歡呼聲 參賽者單手端著托盤從起點出發 托盤上呈有一個羊角麵包 一杯咖啡和一杯清水 水不能漸出 競賽路程點公里長 穿過巴黎市中心的馬黑區 參賽者不能奔跑 又要速度 看上去哭似競走大賽 路邊的觀眾真是既興奮 因為他們捏一把汗 周日 法國巴黎在市政廳前 舉辦服務生賽跑活動 大約200名參賽者 都是來自巴黎各個小餐館 或咖啡館的服務生 穿白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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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傳統的 巴黎市 我們做這項傳統競賽 和其他競爭競爭 所以這項超棒 這項傳統競賽 可追溯至1914年 法國是最早舉辦服務生賽跑活動的國家 目的是彰顯令人羨慕的法式服務 和巴黎生活方式 由於主辦單位未能找到贊助商 自2011年以來 一直沒有舉辦過這一活動 今年在巴黎市政府 和水務局的財政支持下 重啟這一傳統賽事 希望在夏季奧運會期間 吸引大量遊客 這項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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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做了12時 風格都在那 拿著桌子 對 就是 今年的獲獎者 將獲得美食之旅 和巴黎奧運開幕式的門票 新唐人記者李清怡 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新唐人的全球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